随着国际旅游热议复苏 新加坡全国旅行社协会旅展 近日登场 台湾观光局 洗手台湾休闲农业发展协会 以农村厨房为主题 介绍台湾休闲农场的新玩法 吸引许多失臣民众询问 我们大家都知道 新加坡是属于都会型的地区 那新加坡的客人 也很喜欢到台湾的农场来玩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介绍 这个新的玩法 希望新加坡的朋友 会喜欢 我喜欢这个想法 从田园到煮廓 我喜欢这个想法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新的人们在这边 这边在派遣 真的让我们做出的农场 台湾是新加坡民众 最常旅游的国家之一 驻新加坡代表梁国欣表示 自去年10月 台湾重新开放边境后 不少新加坡民众 寄付台湾旅游 光是去年第四季 就有6万名师臣旅客来台 观光局驻新加坡办事处表示 过去几年 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发展 也设计了许多新的旅游项目 希望能吸引更多 失臣民众来台观光